大家好,我是王布朗,说伴朗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East City 老规矩,我们来一些有趣的icebreaker 开场白,请大家能够relax一下 今天的讲习关于义务,邪恶 邪恶的指标是22 原来佛人大学教授Michael Stone 他也是个法人业 他常常在法庭中被要求 来判断这个罪犯是不是进行错乱 他就把他的研究发明成 画所有的等级 Impulse Murder, Semi-Psychopath, Psychopath The Psychopath就是杀人魔 Charles Manson就是这个杀人魔 他杀了非常多的人 但他在Payama里面就自己舒服 竟然有许多女人写信要嫁给他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么这是人的邪恶 那么宇宙也没有邪恶呢 这个很难讲 我们知道这个暗物质 Duck Method 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 宇宙中心能充满了暗物质 科学家宣传 宇宙中其实大部分都是暗物质 你看不到,摸不到 没有办法直接观测得到 那这个暗物质就像右边的照片 这个黑色的环就是Duck Matter 80%的世界的宇宙的东西 竟然都是要造成的 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就是因为 所谓的暗,黑暗 就是缺乏光明 那么散,恶 它只是对立而已 所以恶是散的缺乏 那我们从归纳尼 芯片世界里面看 Pimals买七高的 它的里面的宅子是电动 它宅子电动其实没这个东西 它只是缺了一个电子而已 就好像是含冷 只是缺乏个人的 这样看起来 这个暗黑的东西 电动是不是一个邪恶的东西呢 真的甚至 同学们真的甚至 那么在 微世界里面 这个芯片世界里面 他们最厉害的 早期最厉害的是英特 英特的 还可以没有附的 这是它一个Pimals 它的七缸的一个 TEM照片 旁边就是EC 就是EC 在这个Source and Train 上面的东西 里面流通的呢 就是那个 那好吧 邪恶电动的电源 那么如果 在Mals里面 我们叫做ESB E的意思啊 就是雷晶 Epitaxia 它长的时候 是一个特别功力 长出来的 就是Epitaxia Grope 它里面含的东西啊 是零 相当干的含量 相当高的含量 可能要大于20 10到20次方米的CMT 我们要知道 这个颜值的密度 就大概是 6成10到22次方米 这个底下蛮高了 这里面跑 在里面跑的电源 是一个电子 那么EC里呢 是长的 T带里面的 规则 雷晶 它的里面呢 是Boro 它里面的 掺杂物 Dopen 是Boro 也将近1.2 稍微少一点 Ephosphorus 里面少一点 里面跑的电源 都是邪恶的电动 那么 EC里到底有什么好处 EC里原因 它因为 这个原子的体积 大于硅 所以在含量 高的者 它的体积就很大 它就会被中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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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硅 这个还是硅 这个地方还是硅 产生了 很大的硬力 把 硅 原子之间的距离 变得小 这个 电子呢 非常不高兴 你几沙电源 但是那个变态 电动 去越起越开心 系统电源 大折 可以留作增加30% 这不得了 30% 这原因是为什么 我们在 专门讨论 电子跟电动的地方 也 也要仔细讲 它是什么运动 它是 它们的运动方式 不一样 简单的说吧 电子群的运动 是造成了电动 或者说 电动的运动 是因为电子群们 彼此 换位产生 好像是一个 大风吹游戏 你可以这样想 详细的 说明在 别章里 有谈到这个 简单的说 在很挤的地方 电动 电流 增加 这个是 应力的方向 那么另外 在这个东西的 累积 这累积 我叫它 钻石 那是什么意思 那女生都爱钻石 对吧 就是挺好的 当你的 者 你的 你的龟 龟的 旗状的龟 凸出来 当你在 制成中尾的部分 就是凸出来 龟的旗 龟的旗外面 要找 一十一 一 越来越长越大呢 就发现 它长得很像 一个钻石 那么为什么 它会这样长 这是因为 各种 它是最慢长 各种新生 它最后 表面 它最慢成型 后来 渐渐 所有新的原子 都被消耗了 这叫做 Fascade 那么Fascade 我们直接 研究一下 为什么 会有这个状况 那么 这个地方 产生 就是刚刚讲 为什么 它会有一个 像钻石一样 表面形状 这是因为 Epitexia 的Basic Formation 它的 最后面 这种 侧面 这种 形状 的产生 跟它的 制成 有绝对 相同 特别是温度 甚至于 周边物质 对 不同 它就会成 不同 它基本上 很难控制 你不能够 完全控制 你希望能控制 但是又做不到 一般人 它会倾向 写着Higher index 想说112311 就表面 你看这850 这样850 地方 它就容易 产生 311 的表面 这750 绝大部分 就是11 那是不是如此 其实还很难讲 这个大学生 做实验嘛 他就是看到 有个东西 确实是比较多 他就做出来 然后就 宣传 这个理论 那这个理论 是对不对 在工业界 上讲 是不完全正确 因为 工业界 要求的是 每一个 微电经济 都要 完全一模一样 如果不一样 就会有问题 我们等一下 看看部件 这里再看看 这个图 细晶片的 规则 Silicon Germanium的 这个累积 它的形成 是在低温的 这个单位 是 107 这是 Gitling Arrhenius Plot 它的grocerate 一分钟 一分钟 多少单位 然后 700度C的时候 700度C的时候 大概是 20 700度C 在 在同一个 grocerate 的 Silicon 需要发展 所以说 Silicon 是比较容易形成 它所需要的温度 低于 Silicon Silicon 拿着累进的温度 大概是 比 CG要高个100度左右 同样的化学 我想同样的化学 如果说 你把 改变化学的话 就不一样 这个要讲 看看 它如果说 周边材料 改成Silicon Oxac 它也有 少许 但是影响 很明显的 没有温度 影响大 这也是要注意 做制成 其实就是 在这个维系之间 了解 怎么样控制 在纳米结构之下 所有 你要找到材料的控制 这就是学问 那么 这边在提一个问题 说 为什么 我们 折面 折的 折 不是折 或者折 可以的 龟齐 Tinset 它表面是110 它为什么 后来都长成 111 或者是 刚才过的 311 为什么 111容易长成 刚开始的时候 111 到后来 都过了几十秒 以后 你看 它就形状出现 这是因为自然界 是一只大蓝虫 能躺的 就不做 这是 这什么意思 这所有的反应 必须常常会导致 让系统最舒服 能量最小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 minimizing the innovational service engine 那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来看一下 在研究中 之前我们要了解一下 silicon 龟 它的表面原子密度 111 110 111 110 111 还有这个100 它们的原子密度都不一样 注意 110是9.6 111 看起来比加拿大其实不大 是7.83 而100最小 就像172 这个计算 我们可以用这个图中 把计算出来 公司在这里 这很简单 简单的说 它是比 110表面的原子密度 比111要大 那我们说表面的 那我们说表面的energy sense energy 是不是也是一样 你看看 这个右边110的立体图 它是一个十年级 然后钻石呢 是八面 那么到底说哪个年纪 大哪个年纪 哪一个表面能量大呢 还要看它的 broken bonds number of broken bonds 这个地方是有名的表面 表面里面的公式 大家可以可以从这个书上去看一下 这本书写得非常好 超好的事情 它说110的broken bonds 1111是3 带入这个公式以后呢 你会发现 110表面能 占1111 其实最大的还是 竟然是101 它是10 这个一样是10 不是 这个一样是最小 这个最小 这是4 这个 不对不对 这个一样44是最大 这个一样都小于3 那么小于4 这边一样是3.5 3.4 所以 100的表面能量 看来是最大 最小的是111 这个是什么 那么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刚刚以前前面谈到的 NP separation 就是说 你在 呼钢跟七钢的时候 中间要有一个距离 要能够分合得非常清楚 这个分合得非常清楚 这个分合得很难 特别是你越来越小的时候 你要把N带跟T带分得很清楚 那简直就是最难的部分 那么这个 这么致密 如果现在 这是你的 龟旗 龟的旗 也是龟旗 龟旗 他们之间的距离 会随着 科技的进步 先进制成 从7纳米5纳米 这个地方 越来越 越窄 那你像这个钻石吗 不是讲过 你会讲到110或者111或者是311 像小钻石一样 它就会碰在一起 就这样就会碰在一起 结果就长得这个模样 我说它是 在scaling 当科技越来越进步 scaling的时候 钻石内病人越来越 喜欢搞小圈圈 这就是它 这好事还坏事 这很难讲 因为如果你把这三个 都黏在一起 如果这三个都可以一起工作的话 那么这个面积 就增加三倍 它的contact面积 接触面积增加三倍 那这个电阻就下去了 这是好事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有一对专业出现 但是它也有缺 它的副作用是什么 我叫它大特征 它是一个anormal的 它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 意思是说 这两个应该一样大小 但是在赤城 不小的不行的原因 它在某个状态上 有些特别长 我叫它有超级大特征 这是它最新发现 只有Taker 最近去年发表 很有意思 对不对 那么 大头正又如何 大头正 你看看 刚刚我们讲的吗 NP要分开来 NP根要分开来 结果它大头正 这个大头正分得不好 这个大头正下来 这个大头正 本来是那么大 本来是那么大 现在变成这么大 那结果呢 它会 跟NMOS 这是什么呢 这是ESD 这样连接 它竟然会做成一个桥 不当的连接 这不当的连接 大家可以想些什么事情 这个在台湾 是个人的一句话 男女的不当连接 那这连接起来就完蛋 那今天就失调了 那这个困难在哪里 你还不知道 它怎么产生 也很难控制 这个是一个 很糟糕的东西 最后呢 我们也可以聊一下 天 对于这个scaling 东西越靠越近 比如说 谈谈人之间越靠越近 也会出问题 所谓静妙七神 轻易生 狭武 英文叫做 Familiarity Breative Content 过分轻易一起 五慢之心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我们人太亲近 夫妻之间 同志之间 任何人之间 如果太亲密 就容易生起 一些奇怪的感觉 就是说 你知道对方太多的话 就没什么神秘感 而且有时候会讨厌对方 这也到此很有意思 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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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